我们控制台 所以我习惯在左下的这边按右键 右键就会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会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控制台 我这个控制台里面 这边 因为我们这个是Win10的 Win10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设定 设定里面的话有个字形 有个字形 Win7好像跟Win16也不太一样 说干脆直接就找到C点底下的Windows的Fonts Fonts里面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是.ttf的 那你可以怎样 我建议是先把它改成这个 因为它预设是大图式 我习惯是把它改成详细资料 那详细资料里面的话 它里面好像有没有.ttf 我印象中那个什么标凯体 是.ttf 所以我习惯直接把那个标凯体这个 标凯体 找到标凯体这个 那把它复制起来 它好像复制 这边有个复制 复制直接复制到哪里呢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到刚刚的这个 把它贴上 刚刚那个 这个套件里面的ttf把它贴上 你会发现 它的档名 你会贴过来 它的档名就是什么呢 标凯体叫做凯 Uttf 它的大小的话就5M多 你会发现 比英文字 的那个字来的大很多 5M多 有没有 直接把它贴过来 我刚刚是直接找到那个C底下的windows C底下的windows里面的那个标凯体 按右键复制就可以了 复制之后贴过来 就可以把它拿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更改它的设定 它本来的那个字型 是用它内建的 所以呢 我们再把它切到上一层 它的哪一层呢 这个也像mpldata 里面会有一个档案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manlab的rc这个按右键 把它用那个编辑器开起来 用editor with nord配++ 打开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找到这边的 我建议是用那个nord配++ 往下找 找到什么呢 大概是195行吧 我印象中大概195行吧 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设定 就是呢 你的那个什么 family 这个什么 这个字型这边 字型的部分的话 把它改一下 就是把那个 把这个字型的设定改掉就可以了 这一个标台体的字型 当成是我要用的字型之一 就是foam family 其中一个 然后把它save 记得哦 save之后 还要把那个equilibus关掉重开 如果你没有关掉重开 好像也不会wor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什么 刚刚那个什么 如果是中文字 它就变成好像长方块 一块一块的 哇很惨哦 就中文完全没办法work 这个问题呢 修改完之后就ok了 不过哦 这是windows哦 那mac可能是同样的方法 所以 第一个你要知道 mac的字型 放在哪一个路径 而且要是tdf的 而且mac里面也不要开提嘛 如果没有 你可以用别的字 别的字型 然后 你还要查到 它那个字型的名称叫什么 看一下那个名称哦 基本上是有个一个对照的一个名称 我我这边是有查到 它叫k 这个dfkai 1-sp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字型的话 你可以就找 找找 反正就找个字型去放在family 那个family后面其实ok 这个可能要试一下哦 变更就是修改它那个内建的tdf 因为我字型感无法显示中文的问题 变成哦 这个 如果在我们这边应该是一个bug 那变成说我们要帮它解决这个bug ok 试一下哦 当然除了用标凯体之外 你也可以用别的字型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 我现在弄出来的一律都是标凯体 啊 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以 我习惯用那个微软的中黑体 对不对也可以啊一样你把那个字型放过去 然后把family后面改成那个什么 中黑体的字型 只要在tdf里面找得到的字型 它都可以显示出来 ok哦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反正至少了哦 我们那个这个什么 中文字现在应该ok了 至少是可以work 不要说到时候你输出的东西 只能够显示英文 不能显示中文 这样感觉好像就 非常麻烦哦 ok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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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